俄核俄州立大學一名華裔免疫學家 非法隱瞞參與中共千人計劃 收取中共研究經費 在回國途中被捕 11月12日 這名華裔專家對被控向聯邦政府 造出虛假陳述罪名認罪 美國司法部在新聞稿中表示 二年58歲的鄭崇國 星期四在聯邦法院出庭 美國地方法院首席法官 阿爾金奴、馬爾伯利接受了鄭的認罪 作為認罪的一部分 鄭崇國承認自己在申請資金時說謊 目的是使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約410萬美元的贈款 幫助發展中國 在風濕病學和免疫學領域的專業水平 司法部表示 鄭崇國是內科學教授 他帶領一個團隊 在俄核俄州立大學 和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進行自身免疫研究 根據他的認罪協議 鄭在NIH撥款申請中 做出實質性的虛假和誤導性陳述 力圖掩蓋他參與了中共人才計劃 以隱瞞他和中國政府控制的中國大學之間 大屬關係和合作關係 向美國聯邦政府作出虛假陳述罪名 最高可判處五年監禁 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部長 約翰·密德斯說 聯邦研究經費是由美國納稅人為美國社會提供的 而不是對中國政府的補貼 德密斯表示 為研究提供的聯邦資金 應對美國人完全透明 司法部將繼續追責那些隱瞞外國政府關係 欺詐性獲取美國聯邦資金的個人 委員長 您能夠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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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